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面都会被五颜六色的涂料做涂幅 同时我们看到 那么这些交通工具 它们都是各走其道 这是因为在这个道路上 有道路的标线涂料 如果我们看看各地的建筑物 我们也会发现 那么这些建筑物表面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那么如果我们在室内 我们也可以看到 那么家里面的家具 电器以及墙面 都会有涂料所涂附的 因此我们经常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涂料 那么这些涂料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种类 那么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它有什么样的风味 那么涂料有些什么样的性能指标 我们如何去检测涂料 那么涂料有些什么样的新型的一些涂料 我想这些问题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 因此我们开设这样一个讲座 丰富多彩的涂料 通过学习是大家知道 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涂料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怎么去选择和食用涂料 我们这个讲座总共有五讲 分别介绍涂料的功能和作用 涂料的组成 涂料性能及检测 涂料的施工方法 最后介绍一下新型的涂料 那么前面的四讲呢 由我给大家来介绍 最后一讲呢 由杨超博士给大家来介绍 那么今天开始呢 我们介绍第一讲 涂料的功能和它的作用 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 我们主要介绍一下涂料的历史 涂料的功能 涂料的分类 涂料的发展的方向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涂料 我们先看一下涂料的定义 那么涂料呢 是涂附在被涂物件表面 并且呢 要能够形成牢固的 连续的薄膜的这样的材料 这叫涂料 所以我们从这个定义 我们能看得出来呢 涂料 首先它是一个材料 第二个呢 就是它要涂附在这个被涂物件表面 那么什么是被涂物件呢 那被涂物件呢 我们又把它叫做基材 或者是底材 那么被涂物件呢 有金属物件 和非金属物件 那么金属物件呢 有钢 铁 铁铛 也就是说 这么说 那么这些呢 都是非金属物件 也就是说 我们涂料呢 可能涂到这些金属物件或者是非金属物件的表面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油漆和涂料 我们很多同学我们都知道油漆 我们也知道涂料 那么油漆和涂料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在我们心目中啊 油漆就是拿来刷家具 刷门窗和喷汽车的 而涂料呢就是拿来刷墙的 实际上呢并不完全是这样 涂料呢它是涂负材料的这样一个简称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油漆和涂料 它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啊涂料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 我们可以呢把涂料呢我们分为液体的涂料 我们把液体涂料呢又称作为漆和固体的涂料 那么固体的涂料呢主要是粉末涂料 我们把液体的涂料呢又可以去进行分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油性漆 或者就叫油漆或者是油性涂料 那么另外一个液体涂料呢就是水性漆又叫水性涂料 那么从这里面呢我们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涂料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 而油漆呢就是油性漆的这样一个简称 所以呢我们从这里面呢就很清楚的看到了油漆和涂料的区别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涂料的发展的历史 那么涂料呢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在四千年前已那我们在清始皇的兵马云中呢 我们就发现了他们已经使用了彩色的涂料 我们在长沙的马云堆的汉代文物里面呢也发现了一个漆漆 国外呢巴比罗人呢他们用利青呢来对这个牧船呢进行防腐处理 在埃及呢也是用阿拉伯胶他们来做色漆 在十一世纪的时候欧洲呢开始用亚马油去做油性的清漆 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含有千的这样的油漆 到十八世纪的时候美国开始用石墨来做漆 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涂料就发展的非常的快了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杜邦公司开始使用消极先利素来做汽车漆 到了三十年代它出现了橙酸树枝来做了橙酸漆 到四十年代呢七八公司啊用黄氧树枝来做防腐蚀的塗料 到五十年代开始出现了聚丙锡酸的树枝 主要用于做汽车漆和电云漆 那么到了六十年代开始出现了聚氨脂的塗料 那么主要用于做木漆漆 到了七十年代以后开始出现粉末塗料 到了八十年代呢杜邦公司开始做高固体分的塗料 到九十年代到现在为止 那么主要发展的是水性塗料 那么特别是乳胶期发展的非常的快 这是我们前面介绍的塗料的一些发展的历史 那么下面呢我们介绍一下塗料的一些功能 那么塗料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装饰 装饰交通工具建筑和木漆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用塗料来进行装饰呢 爱美之心呢人节有之 我们都希望呢这些物件呢能够装饰的更漂亮一点 交通工具啊家庭的环境等等呢 我们都希望能够装饰的更漂亮一点 通过塗料的精心的装饰呢 我们可以把飞机 龙船 汽车等其他交通工具呢 变得明亮舒畅 可以使我们的防务和大自然的景色呢能够匹配 形成一道绚丽多彩的图画 我们看到汽车和建筑物啊非常的美丽和漂亮 那么这些呢都是为了装饰的作用 这就是涂料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装饰 那么涂料的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保护 保护什么呢 保护船舶 管道 化工的设备 木材 那么主要用于防腐蚀 防火 一些文物的 防风化 涂料可以保护我们的材料 免受到各种这样的松害 我们知道啊 那么金属的腐蚀呢 是世界上最大的腐蚀 是最大的浪费 我们有机涂料的食用呢 就可以尽量的减少这样的浪费 火灾呢 也是对人类最大的这样的危害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防火涂料呢 那么就是一种最好的一种防火的措施 涂料呢 还可以保护 各种各样的物件 以及各种的一些建筑物 各种的贵重设备 那么在这种严冬和库暑 或者是在恶劣的环境下 让它正常适应 也可以防止微生物呢 对这个材料的侵蚀 世界上很多的一些文物 包括了古埃及的金字塔 和我们国家的东黄的摩高窟 以及其他的一些古代的建筑 现在呢 由于缺少比较好的这样的涂料的合理保护 已经受到了一些风雨的侵蚀 面临着被破坏 实用涂料呢 我们就可以防止它们进一步的被破坏 涂料的第三个功能就是标志 主要拥有道路的标志 以及容器和管道的一些区分 还有一些室温涂料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一些标志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 在街道上的有马路化线器 有斑马线 那么这些呢 都是给车辆和行人呢 起到了这样一些标志的这样一些作用 我们开车的人呢 我们就知道 按什么样的方向走 那么我们行人呢 应该走斑马线 我们在工厂里面呢 我们也会看到 有很多的一些管道 那么各种各样的管道呢 它会涂成不同的颜色 那你比如说绿色 那么里面可能就是自来水 如果是红色 里面就是蒸汽 那么我们也看到各种这种容器 也是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那么不同的颜色 代表了里面装的不同的这种气体 那么这是涂料的第三个功能 就是标志 涂料的第四个功能 就是特殊的一些功能 那么我们在电子工业中呢 我们会运到导电的涂料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一些机房 或者是石油管道呢 都需要防静电 那么我们在飞机上呢 可能需要一些导瓷的涂料 或者防电磁波的这样一些涂料 我们在航空航天工业中呢 我们可能会运到防止烧湿的涂料 你比如说宇宙飞船 那么它要上天 那么经过大气层 那需要这样的防烧湿的涂料 那么就说在高温下 不能让它烧掉 我们在军事上呢 可能会运到一些伪装的涂料 或者是隐身的涂料 那么我们在命运上面呢 会运到隔热保温的一些涂料 或者一些杀虫的涂料等等 那么这是涂料的第四个功能 就是特殊的一些功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涂料的分类 就是说涂料有些什么样的种类 那么涂料呢 我们可以按照沉默的类型去分 那么我们可以把涂料呢 分为一种是反应型 那么这种呢 又叫热固型 那么另外一种呢 叫挥发型 又是又把它叫做热塑型的涂料 那么反应型的这种涂料呢 那么又可以把它分为漆干型 和烘干型这么两种 那么对漆干型的涂料呢 那么就是在空气里面滋涨干燥的 那么它可能会干得比较慢 所以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 油气未干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对于烘干型的这样的涂料呢 像这种汽车 我们把它放到烘房里面去进行烘烤 这是按照沉默的类型来分 那么第二种呢 是按照沉默的树枝去分的 就是说按照涂料 所用的沉默树枝 我们去分 那么这样呢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油脂漆 天然树脂漆 粉泉树脂漆 利氢漆 橙酸树脂漆 氨基漆 消极 纤维素漆 锅鲁乙锡 乙锡树脂漆 饼乙酸树脂漆 聚脂漆 环氧树脂漆 聚氨脂漆 原素有机漆 橡胶漆 以及其他其类 那么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呢 主要都是运的是高分子的这样的有机的这样的树脂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按照我们土浪里面运的溶剂来分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有溶剂的土浪和无溶剂的土浪 那么有溶剂的土浪呢 这种溶剂呢 可以是有机溶剂的 我们叫有机溶剂性土浪 如果我们运的是水 那么就是水性土浪 那么无溶剂的土浪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粉末的土浪和光明土浪 有这么两种 那么下面呢 我们按照颜料来分 我们把土浪呢 分为青漆和色漆 没有颜料的 那么我就叫青漆 有颜料的呢 叫色漆 那么有颜料的土浪呢 我们根据它里面运的颜料的颜色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红色土浪 黑色土浪 白色土浪 黄色土浪 以及其他颜色的土浪 实际上呢 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多的 可以说数也数不清 这是按照颜料来分的 那么下面按照它的运通我们来分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建筑土浪 汽车土浪 木漆土浪 塑料 纸张土浪 卷材土浪 罐头土浪 以及其他土浪 你比如说马罗花线土浪 或这个地平漆啊 等等都是叫 其他土浪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按照运通去分的话 就是每一种土浪 大概它的 所占的这个份额 市场份额 那么建筑土浪呢 大概要占到50% 其次呢 就是工业保护土浪 占到15% 家具土浪呢 占到了13% 粉末土浪占到11% 那么还有其他的 像车运土浪 卷材土浪 等等等等 啊 占了一定的市场的风格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把土浪呢 按照施工的顺序去分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把土浪呢 可以分为封闭底漆 粒子 头到底漆 二到底漆 头到面漆 二到面漆 啊 那么可以看到呢 也是有很多的种类 那么下面 右面的这一个图呢 是一个水性的环保性 环氧数字地平漆的 那么这是它的效果图 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这是它的底材 在底材表面 经过处理以后 做封闭底漆 然后呢 做水性的环保的中土 然后做水性环保的P土 就是瓜土栗子 然后呢 做水性环保的面漆 啊 有的时候面漆是一道 有的时候是两道 甚至更多的倒数 啊 这是按照施工的顺序去分的 那么土浪呢 我们也可以按它的光泽去分 啊 看它的光泽 也就是说它的亮度啊 我们说的它亮度的大小 那么如果它的光泽 比较高 像汽车上面 那么它的光泽是比较高的 那么它的光泽大于70%的 我们就认为是有光的图料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压光的图料 就是它的光泽呢 大概是10%到70%啊 这个样子 那一般的室内的这种家具 大多数都是这种 用的是压光的图料 那么还有一种是无光的图料 你比如说像我们黑板 黑板上面都是没有光泽啊 如果有光泽比较亮的话 那么写上黑板上写字是看不清楚的 第八一个呢 就是按照图料的功能去分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绝缘器啊 像这些气包线器 那么它是起绝缘的作用 那么像导电器 耐高温器 像锅炉方上面呢 就需要耐高温器 像一些桥梁 上面都需要一些防腐器啊 等等等等 那么按功能去分呢 也还是有很多的一些 不同的类型的图料 那么下面呢 我们介绍一下图料的一些 发展的方向 那么先来看一下图料 目前面临的一些挑战 那么首先一个呢 就是污染和毒性的挑战 我们在电视节目啊 或者是新闻报道中 我们会经常会看到 那么有些中毒啊 就中毒的这样一些情况 那么还有一些火灾 经常是发生的 那么因此呢 我们的图料的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就是怎么样减少图料的 这样的毒性 尽量的呢 让它不要发生一些火灾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图料里面呢 适用了有机的溶剂 那么有机溶剂呢 就是特别容易引起火灾 因此呢 我们图料呢 就是研究和发展 这种高固体的图料 水性图料 粉末图料 那么这几种图料呢 都是就是利用的 尽量的呢 用水去代替了传统的 有机溶剂的这样的图料 甚至呢 做成没有溶剂的 像这个粉末图料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图料的前沿的研究的课题 那么图料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呢 就是性能的挑战 那么随着我们生产和科技的一些发展呢 那么图料呢 被孕育条件更为苛刻的这样一些环境中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国家科技发展非常的快 航空航天上都需要一些特殊的一些图料 我们潜艇 我们要下水 那么下到这个非常深的这样的海洋里面去 那么这些呢 对这个图料的性能呢 提出了更高的一些要求 因此呢 我们要求我们图料呢 在性能上要有进一步的提高 那么图料面临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节能方面的挑战 我们前面讲过了 我们有些图料呢 是烘烤性的图料 那么需要烘烤的话 那必须就是要需要电能 那么我们怎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条件下 尽可能降低这样的烘烤的温度 和缩短烘烤的时间 达到这个节能的快干的这样的目的 那么这也是我们图料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因此呢 我们图料的发展的方向 就是下面四个 水性图料 高固体分图料 粉末图料 和光固化图料 下面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首先介绍一下水性图料 那么水性图料呢 它是以水作为容器 因此呢 它的来源很广 那么进化呢 也是比较容易的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它在施工的过程中 没有火灾的危险 因为没有有机的容器 那么第三一个特点呢 就是在没有本类等有机容器的 这样的毒性的气体 第四一个特点呢 就是以水作容器 可以节省大量的资源 第五一个特点呢 就是弓箭呢 不需要经过干燥就可以涂装 第六一个特点呢 就是涂装的工具呢 可以直接拿水来清洗 第七一个特点呢 就是可以用电沉激发施工 它的涂装的效率比较高 那么这是水性图料的优点 但是呢 水性图料呢 也有很多的一些缺点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蒸发热比较高 干燥比较慢 因此呢 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 来帮助这样水的蒸发 特别像这种比较潮湿的环境下 或者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那么它的干燥就会更慢了一些 另外呢 我们在有的时候 在干燥的时候呢 在涂料里面还有一些助容器 那么这些助容器加上以后呢 让它的干燥呢 就会更慢了一点 因为这些助容器啊 在这个帮助涂料沉抹和提高涂料的性能方面呢 是很多水性涂料是不可缺少的 这样一个足分 所以呢 要把这些助容器要除去呢 也并不容易 因此这个水性涂料呢 它是需要烘烤 那么这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缺点 那么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水的这种表面张力比较高 溶势的是比较困难 就是说它往这个基材上面 要去涂装的话呢 这个容器底材的能力比较差 那么一般呢 都需要加入一些容器剂和分散剂 水性涂料里面都有这些容器剂和分散剂 那么这些容器剂和分散剂 加到水性涂料里面去呢 会使我们水性涂料呢 产生泡沫和针孔 那么另外呢 这些分散剂和容器剂呢 也是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那么第三个缺点呢 盐填料的分散性比较差 那么盐填料呢 在水性涂料里面的分散稳定性呢 比这个容器性的涂料呢 差 并且呢 它容易沉淀 那么怎么把这个盐填料 能够均匀的分散到水性涂料里面去呢 这是我们在做涂料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另外呢 这个盐填料啊 那么它在这个水性涂料里面呢 还有一个这个分散稳定性的问题 就是盐填料呢 它呢 本身有一定的水溶性 我们把它加到水性涂料里面去呢 那么也会有一些不良的一些影响 那么特别严重的呢 就会发生盐填料的蓄泥和它的聚集 那么第四一个缺点呢 就是它的导电率比较高 如果涂装到金属上面去的话呢 就会使金属更容易腐蚀 另外呢 就是在涂装干燥的过程中 还会发生一些闪锈的问题 那么水性涂料第五个缺点呢 就是它的动容稳定性比较差 我们知道水在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它会结冰 特别是在北方 因此呢 我们做的水性涂料呢 那么它的这种冷冻以后 很多时候呢 就会把水性涂料冻坏 就不能适用 因此呢 这也是水性涂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 水性涂料的第六个缺点呢 就是还必须加入抗菌剂 因为很多的细菌啊 那么它的产生呢 主要依赖于有水的这种环境下 因此我们在水性涂料呢 要加入抗菌剂 那么水性涂料第八个缺点呢 就是它的注迹比较多 水性涂料它的配方呢 比容积性涂料呢 复杂 过多的添加了一些注迹 就是一个缺点 因为没有办法 做水性涂料必须加入 很多的一些注迹啊 很多时候呢 加入一个注迹进去呢 那么还需要加入另外一个注迹 去让它去平衡涂料的这样一些性能 那么尽管水性涂料有很多的这样的缺点 但是呢 现在呢 水性涂料找到了 它比较好的涂装的 被涂物件 就是什么呢 建筑物 那么在建筑物上涂装的这样的涂料呢 我们把它叫做乳胶漆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水性涂料里面的最主要的乳胶漆 那么乳胶漆呢 我们又把它称之为 合成素质乳液液料 那么它是以聚合物的乳液为漆料 加入颜料 甜料和注迹 经过分散和研磨以后得到的 那么这些年来呢 我们乳胶漆呢 发展的特别快 正在取代瓷砖 马赛克和玻璃木墙 等等这些传统的建筑产品 可以用于内墙和外墙的图示 那么乳胶漆它的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安全无睹 施工比较方便 干燥比较快 透气 耐水性比较好 便于清洗 那么水性涂料乳胶漆 我们也可以进行分类 那么根据它生产的时候 用的原料不一样 我们把乳胶漆呢 又分为聚醋酸乳胶漆乳胶漆 乳胶乳胶漆 本冰乳胶漆等等 那这些呢就是用的乳液不一样 来分类的 我们也可以根据它适用的环境不一样 我们把它分为内墙的乳胶漆和外墙的乳胶漆 我们也可以根据图示的这种光泽不一样 我们把它分为无光亚光万光丝光和有光的这样的一些类型 下面呢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乳胶漆的特点 乳胶漆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干燥速度快 那么它在25度的时候呢30分钟内就可以表干 一百二十分之左右呢就可以完全干燥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耐碱性比较好 那么特别呢对于涂鱼这种碱性的一些新模的这种建筑物的表面 那么可以直接啊进行涂装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它的色彩柔和 气膜坚硬表面呢平整无光 看着呢比较舒服啊色彩呢也比较明快和柔和 辅着力比较强是粉刷墙面和添盆的理想的头料 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可以在新施工完的这种式的墙面上施工 允许它的湿度呢达到8%到10% 而且呢不影响这种水泥的继续干燥 就是说它是透气的 乳胶器的第五个特点就是无毒 即使在通风的条件比较差的一些房间的施工的话 也不会给施工工人带来危害 乳胶器的第六个特点呢调制方便容易施工 它可以用水来吸湿 用毛刷或者是排笔施工 工具用完以后呢可以直接拿清水来清洗 十分的方便 第七个特点是不营火 因为涂料呢它属于水性的系统 因此呢它没有火灾的这样的危险 那么涂料发展的第二个方向就是高固体分的涂料 我们知道啊一般的涂料呢 现在它的固体分也就是有效成分的 大概是50%左右 那么另外的50%呢都是有机的溶剂 那么这些有机溶剂呢对环境和人类呢都是非常有害的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呢 现在开始大量的发展这种低污染的涂料 也就是尽可能的减少有机溶剂 使用的这样的涂料 因此呢发展起来了高固体分的涂料 就是说我们把涂料的这种固体分尽可能的提高 如果我们把固体分提高到60%以上 那么就可以称之为高固体分涂料 如果把固体分呢能够达到80%以上 就可以成为超高固体分的涂料 那么这样在涂料里面的它的有效成分呢就提高了 那么它的有机溶剂呢也就减少 那么我们想那么怎么去做出这样的高固体分的涂料呢 那么一个想法就是我们降低涂料的相对分子质量 实际上呢高固体分涂料并不能简单的通过降低相对分子质量来做到 因为呢降低分子质量尽管来说它的粘度是下降了 但是呢涂料它的性能也是下降了 我们涂料的数值呢需要有比较高的相对分子质量 和比较低的粘度 涂料发展的第三个方向是粉末涂料 粉末涂料是一种与传统涂料完全不同的没有溶剂的涂料 那么就是说它在制造过程中全部用的是固体的粉末 因此呢就可以做出粉末涂料 这样的粉末涂料在制备过程中因为没有任何的有机容器 因此呢工序比较简单能够节约能源 节约资源也没有环境的污染 那么生产的效率呢比较高 粉末涂料呢也是可以把它分为热塑性的涂料和热固性的涂料 而以热固性的涂料呢居多 粉末涂料呢是采用这种静电粉末涂装为主 就是说它在涂装的时候啊 需要加热啊通过热熔来沉没的 那么粉末涂料呢主要是用于这种金属的表面来涂装的 现在呢已经用于这种加热电器 比如说家里面的冰箱洗衣机表面呢都是用粉末涂料来涂装的 那么另外呢像其他的仪器仪表 汽车部件输油管道等等呢 也都是用粉末涂料来涂装的 因此啊粉末涂料呢也是发展最快的涂料之一 涂料发展的第四个方向是光固化涂料 光固化涂料呢又把它称之为紫外光固化涂料 或者叫光明涂料 又称之为辐射固化涂料 那么这里的光并不是我们说的自然光 而是紫外光 只有在紫外光下面它才能固化 那么光固化涂料呢一般于紫外光呢 是作为气膜固化的能源 它呢是一种几乎无容器的涂料 那么这种光固化涂料呢 现在很多用于像我们家里面 PVC扣板上面进行涂装 那么光固化涂料呢 它具有这种节约能源 减轻空气污染 固化速度快 占地少 是用自动化流水线涂装的这样一些特点 那么它特别适合于不能受热的这样的机材的一些涂装 那么左面的这个设备呢 这就是一个光固化的这样一个设备 那么右面呢就是用光固化涂料涂装的木漆的表面 一般用于这种比较平整的这样的表面上的涂装 那么光固化涂料呢 它的主要的运途 一个是木漆漆 可以做成丰田的底漆 和中间的涂层 和面漆 第二个呢可以做这个光明的油墨 那么做出来呢 涂层比较薄 颜亮的对紫微光的这种子具是比较小 那么第三个呢可以做柔软性的涂料 比如说地板格 那么紫微光固化涂料呢 还可以做这种紫微光固化的牙科的材料 那么涂料现在发展的比较多的呢 目前开始开发一些功能型的涂料 包括了隔热保温涂料 第二个呢装饰性的防火涂料 就是一般的防火涂料呢 装饰效果比较差 现在呢开发一些装饰性的防火涂料 那么第三种呢就是防蚊荫的这样的涂料 或者是防虫的这样的涂料 那么刷到墙面上以后呢 是一些苍蝇蚊子蜘蛛蟑螂等等 只要去接触以后 那么它就可以杀死 那么第四种呢功能型的涂料呢 有防霉和杀菌的涂料 那么特别在一些潮湿的环境下 那么需要一些防霉的涂料 在一些医院那么需要一些杀菌的涂料 那么第五一个功能性涂料呢 就是一些割音的涂料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刷上这种涂料以后呢 那么就会对室外的一些声音传不进来 我们室内的声音呢传不出去 那么这些割音的涂料 另外呢还有其他一些功能型的涂料 这里呢我们就不去介绍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中国涂料的产量 一些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1980年的时候呢 我们国家的涂料产量才仅仅只有50万吨 然后到1994年呢达到了100万吨 到2004年的时候呢 已经是到300万吨 那么这时候已经是世界第二 以后这个涂料产量呢 增长速度非常的快 到2009年的时候呢 中国的涂料产量已经达到700多万吨 这时候已经是世界第一 那么以后呢也是继续发展 到2001年的时候呢 涂料已经突破了1000万吨 达到了1080万吨 到2012年的时候呢 达到1272万吨 又增长了17.8% 可以看出呢 这个中国的涂料产量呢 增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基本上平均都是在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 我们知道呢 我们中国的GDP的增长速度 是7%到8% 涂料呢 它的增长速度呢 远远超过了 我们GDP的增长速度 那么这里面呢 主要是因为 我们建筑涂料产量发展的速度特别快 特别是乳胶器 好了 这一讲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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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